大家好,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越南推出了一个名为GAPO的新社交网络 G-Capital投资2200万美元 试图将用户转移到一个本地平台上 目前该市场拥有强大的全球参与者 G-Capital和GAPO隶属于G Group G Group还拥有其他资产 包括美工和资本支持的点档行F88 和一带一路资本管理支持的B2P贷款出创企业Tima 该公司表示2200万美元的付资 将用于GAPO的第一阶段开发 模仿Facebook应用GAPO计划 在2019年获得300万用户 到2021年1月达到2000万 GAPO还与索尼音乐娱乐公司 Soming News Payment合作 推出了这家战略合作伙伴的音乐内容 可供用户选择的社交网络并不多 许多初创公司仍在努力完善自己的产品 却没有确保他们与用户相关 GAPO将专注于个性化用户体验 GAPO首席执行官阿川片表示 众所周知 G集团运营着其他几个技术平台 以及一个游戏社区平台 据了解 该公司利用这个社区作为社交网络的用户基础 GAPO的推出正值越南信息和通信部 故意建立越南制造社交同态之际 越南电信 Vietnam True和哈罗罗 阿哈罗罗等公司 已经开发了一些应用程序 但进展不大 与此同时 Facebook和YouTube等 美国社交巨头在越南运营期间 面临着社收和信息安全方面的多项挑战 根据各种市场研究报告 Facebook和YouTube 在2018年占越南广告收入的近70% 据当地媒体2018年报道 在9700万越南人口中 每天有4200万越南人上Facebook 越南也在加强审查 并在寻找防止企业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可能含有有读信息的广告的方法 此外 最近的一项网络安全法 要求在越南运营的互联网公司 在当地存储用户数据 并向政府提供用户数据